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 辽宁省辽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文龙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辽宁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文龙 南 汉族1964年11月出生 1985年10月参加工作 199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 曾任辽阳县政府副县长 灯塔市政府副市长 2012年11月任灯塔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16年2月任灯塔市委书记 2021年6月任辽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2022年1月任辽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